欢迎大家今天晚上再次来到这个聚会的场所 能够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 那今天下午我想有不少人已经在我们中间 那今天晚上我想还是有新的朋友 那我就简单先做一个统计啊 我们有教会的同工呢 我们预备了一些福音信仰的书籍给大家 盼望结束之后呢 会给大家可以去拿 那哪些人有资格去拿呢 就是还没有觉知信主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 那你可以举个手 我们的同工可以知道大致有多少人 他们就可以预备 然后结束之后可以给大家 好 我们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有哪些 你可以举起手来 好吗 好 谢谢大家 结束之后呢 我们同工会在外面 你可以到那个迎宾台 有一个桌子可能给你可以领取 好 我们再次欢迎大家来到聚会当中 我如果你已经知道下午 下午已经来了 你应该了解张教授呢 他的一些背景 那你如果今天第一次晚上参加 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讲员 张教授呢 他是出生在香港 在他应该是青少年的时候 15岁到台湾去读中学 也是在那个时候 能够接触基督徒 认识主 一直到现在是53年了 所以大家从他的这个 我们的布道会的那个海报上 可以看到张教授呢 他在学术上非常有成就的 在数学的领域里面 在不同的学校里面 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毕业 也在其他学校任教过 现在在乔治城大学是终身教授 那我是学文科的 下午我被很清楚地补了一堂数学课 文科我是明白啊 你讲得非常清楚 那张教授呢 他也在从信主之后 特别是在来美国之后 在教会里有服事很多 那现在还是在教会 在很多留学生的群体里面 付出了很多 也同时在他的教学任务之外呢 也在美国不同的城市 在世界一些不同的地方 能够把他 改变他生命的这个信息 福音的信息 传递给那些没有相信的人 盘望今天晚上 我们可以赏声欢迎张教授 能够宣讲第二堂的信息 真爱的追寻 谢谢 各位在座主内的家人 各位朋友 平安 现在的人 有一个特点 尤其是在美国的人 就是忙 以前 见到人的时候 总会问一句话 你吃饱了没有 现在 不太敢问这句话 因为如果他真的跟你讲说没有 那你是要陪他吃呢 还是不陪他吃 所以现在的人 见面 大多数都是 怎么样 忙 忙 选外之音就是 有事我打电话给你 没事 你不要来烦我 我不晓得今天下午 或者是现在 你的朋友 是用什么理由 把你劝到这个地方来 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凡事 都没有偶然 我们相信 凡事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 所以今天下午 或者是现在 不管你的朋友 不管你的朋友是用什么理由把你劝来的 我但愿 今天晚上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 你用更严肃的态度 去面对你的人生 你用更严肃的态度 去思想 去思想 你生命的意义 我们在传讲神的话语之前 我请所有在座的主内家人 各位朋友 跟我简单做一个祷告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来到您的面前的时候 主啊 求你看顾我们 求你怜悯我们 求你的爱拯救我们 今天晚上 让当你众儿女 聚在你面前的时候 还有这么多木道的朋友 住在你面前的时候 主啊 求你列天而降 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 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 捆绑撒旦的作为 让我们今天晚上 亲眼看见你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 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 求您保守带领 您得到您应得的荣耀 捆绑撒旦的作为 让我们亲眼看见你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感谢与交托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两件事情要做 第一件 就是认识我们的神 第二件 就是介绍我们周围的人 也认识我们的神 用英文来说 就是to know him and to make him know 为什么这件事情 这么的要紧 为什么认识神 这么要紧 在圣经里面 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先知 叫耶利米 神感动他 在写圣经的时候 写下了一段话 他说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跨口 勇士靠着他的勇力跨口 财主因着他的财富跨口 智慧人因着他的智慧跨口 今天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人跨口 有人因为他的学问很大 跨口 有人因为他银行存款很多 跨口 有人因为他住的房子很大 跨口 我们中间也有人可能因为每年发表很多paper 跨口 但耶利米先知告诉我们 这些事情你们都不可以跨口 但有一样事情你可以跨口 就是认识我们的神 耶和华 你可以跨口 为什么认识耶和华 这么的要紧 其实刚才在诗歌里面 我们就吟唱到 我们这一位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 守约施慈爱的神 我们来谈一谈这个约字 这个约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约从希伯来文翻成英文 就是covenant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两个地方 用到这个字 第一个就是我们圣经 神跟我们所立的这个约 就叫covenant 这个约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不管你守不守 我都会守 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面 犹太人 常常不要这个神 但是神说 我仍然要做你们的神 所以圣经里面说 我们纵然失信 他人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用到covenant这个字 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婚姻 我们用到这个字 所以如果说您参加基督徒的婚礼 在教会里面参加基督徒的婚礼 男女双方都会有一个誓言 不论是贫穷或困苦 不论是健康或疾病 我必爱你到底 这是covenant 这跟世界上的人所讲的约 不太一样 世界上的人 立约都是为了打官司用的 对不对 是彼此的不信任 比如说你去租一个房子 你跟房东立约 为什么 因为他怕你不交房租 你知道吗 那你呢 你怕他天天涨你房租 所以contract上面所讲的这个 时间 价钱 作为将来打官司用的 但是上帝跟我们所立的这个约 不会改变 我们纵然私信 他仍是可信的 而且 这位神是守约私慈爱的神 他跟我们所立的这个约 是他私慈爱 圣经里面 提到上帝跟好几个人立过约 对不对 上帝跟亚当立约 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 上帝也跟大卫立约 其实如果你看圣经 仔细看的话 上帝跟我们世界上 每一个人 都立了一个约 这个约从创世纪开始 一直到启示录 多次都提到 这个约是什么呢 你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们的神 You will be my people I will be your God 上帝跟我们每一个人 不仅仅是犹太人 跟我们每一个人 都立了这个约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现在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问题 我们应该问神 Who are you 你是谁啊 你凭什么做我的神 我为什么要做你的子民 对不对 Who are you 人没有办法了解神 人也没有办法全然的认识神 所以神将他自己彰显出来 将他自己启示出来 感谢神 耶稣基督有一个心爱的门徒 叫做约翰 上帝特别感动他 让他将上帝三个本职 在福音书里面 在书信里面 将他写出来 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他将神的三个最重要的本职 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本职 我听过一个神学院的教授 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 他说本职啊 就是让那样东西成为那样东西的东西 如果没有那样东西的话 那样东西就不再是那样东西 比如说 火的本职 就是这 所以上帝特别的感动 拣选了这个约翰 在他写福音书的时候 在他写书信的时候 将上帝三个最重要的本职 写出来 也就是告诉我们 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就提到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是non-material 非物质的 神是个灵 所以他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 神是个灵 就不被时间跟空间所限制 他今天晚上可以在这里跟我们在一起 同样的 他可以在 香港 在中国 在台湾 跟那一边的教会 跟那一边的弟兄姐妹 在一起 神是个灵 所以他无所不在 他也无所不知 他不仅仅是知道天文 物理 数学 他连你心里面 最不愿意让人知道的 在他面前 赤肉敞开 神是个灵 所以他所做的事情 只要做一次 永远有效 因为他根本 不是活在时间跟空间里面 神是个灵 约翰晚年在写约翰书信的时候 他在写约翰一书 第一章就提到 神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He is light In him there is no darkness at all 我们基督徒所信仰的神 跟一般民间宗教所信仰的神 不太一样 你不可能跟他求一些 污秽肮脏的东西 你也不可能初一十五 拿个橘子 拿个苹果去看看他 然后跟他讲说 你不要乱跑 肚子饿不关我的事 东西都摆在这里 然后呢 下一次乐透奖的号码 你告诉我 对吧 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神 祂是光 在自然界现象里面 你也知道 有光的地方 黑暗就不存在 在他毫无黑暗 所以罪在他的面前 没有办法隐藏 而且他必定追讨 圣经里面提到 他绝对不会把 有罪的当作无罪 必定追讨 现在问题来了 刚才我提到 上帝是不是跟我们 每一个人都立了一个月 什么月 什么月 你会成为我的人 我会成为你的神 对不对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而且他士灵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但另外一方面 他又是光 连我们心里面最黑暗的那部分 他都知道 弟兄姐妹 你的内心如何 你的内心怎么样 是不是里面盖了很多小房间 一间一间的都是独居的 黑暗暗的 没有灯 也没有窗 也没有门 里面都关了谁 你的指导老师有一间 你的老板有一间 你的岳母有一间 你的媳妇有一间 对不对 非常的阴暗 非常的可怕 所以为什么人要追求 a beautiful heart 因为我们没有 人在追求beautiful heart 其实是在找神 你知道吗 你心里面的那一种 真敬嫉妒 凶杀仇恨 说坏人 说人坏话的 在背后说人 闲言闲语的 不孝敬父母的 在上帝面前 赤肉敞开 他统统都知道 对不对 而且我刚才提到 有罪的他必定追逃 绝对不会 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就算了算了 不提了 他说我必以用 我必用人的杖 来管教你 我也用人的鞭 来管教你 管教他的儿女 你看 他无所不知 所有的事情 在他面前赤肉敞开 然后呢 我们心里面 又充满了 各样的诡诈 另外一方面 他又要做我们的神 要我们做他的子民 你觉得上帝是不是处在两难之间 一方面我们有罪 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知道 又要做我们的神 而且他有罪的必定追讨 是吧 而且圣经里面说得非常清楚 罪的工价是什么 弟兄姐妹 罪的工价是什么 死 所以上帝好像现在一个两难之间了 不晓得要怎么办 上帝的第三个本质 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 神就是爱 我们来稍微解释一下 稍微思想一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神就是爱 他说要解决前面这两个问题 要用第三个问题 神就是爱 到底爱是什么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作家 叫做Louis Carroll 他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作者 他曾经写过 没有爱的生命 只不过是一个存在而已 Life without love is mere existence 没有爱的生命 只是一个存在而已 的确 一个没有爱的生命是枯干的 是空虚的 是贫穷的 人是在时间中存活 却是在爱里面成长 我们年轻的时候 需要父母的爱 需要兄弟姐妹之间的爱 稍微长大了一点 我们需要朋友的爱 我们需要夫妻的爱 再长大一点 我们需要儿女的爱 我们甚至需要孙儿女的爱 现在出去跟同学相聚 刚才跟何立新教授相聚 他马上给我看 这是我的孙女 我给他看什么呢 这是我家的狗 人是在时间中存留 却是在爱里面活 所以爱让生命能够得到动力 爱让生命能够成长 最后人也是在爱里面得到安息 所以西洋人才会说 爱使这个世界转动 但爱到底是什么 现在的人 尤其在美国的人 对于爱的现象 有一点点的观察 对于爱的现象 有一点点的权术 但是你问他爱什么的时候 却讲得不清不楚 尤其你常常听人说 I love Austin I love New York I love this football team I love chocolate 甚至有人还跟你讲 I love you 但是爱到底是什么 我们觉得好像爱是非常廉价 可以随便讲一讲 尤其是这些researchers 这些professors 讲得更莫名其妙 很多年以前 维也纳大学 有一个教授 Carl Graham 他这次曾经写了一个文章 他说爱是什么呢 他说爱是一种化学变化 他说当人体里面的内积素 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 你就不能不爱了 爱是一种化学变化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有另外一批学者 在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美国新闻与世界周刊上 发表了另外一篇论文 他说 你搞错了 爱是物理变化 不是化学变化 他说爱跟什么有关系呢 爱跟这个人的腰围跟臀围之间的比例有关系 他说如果说这个人的腰围和臀围之间的比例 是在0.66到0.67之间的话 你看了非爱不可 还举了很多例子 玛丽联盟录0.66 维纳斯雕像0.67 所以如果说现在有人说他爱你的话 你最好问清楚说你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是化学变化呢还是物理变化 西洋人讲爱是非常奔放的 非常直接了当的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诗人 叫Elizabeth Browning 因为她皮肤比较黑啊 所以她的丈夫就给她起了一个外号 叫小葡萄牙人 她写了一本诗集就叫小葡萄牙人诗集 非常出名的一本诗集 在这本诗集的第43首 里面就讲到她对她丈夫的爱 在十四行诗里面有八行讲到她对她丈夫的爱 她说我到底有多爱你呢 你让我输给你听 她说我的灵魂能探得多深 我对你的爱就有多深 我的灵魂能够展得多宽 我对你的爱就有多宽 我的灵魂能伸得多长 我对你的爱就有多长 我的灵魂能盼得多高 我对你的爱就有多高 非常的直接 非常的露骨 中国人不是这样 其实中国人根本很少用爱这个字 金章中太原五年西原一千两百零五年 有一个年轻人姓袁明浩问 他往并州去赶考 也就是今天山西的太原 在路上碰到了一个补宴的人 这个补宴的人告诉了那一天 他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他说他那一天打到了一支大雁 把这支大雁给杀了 但是这支大雁的配偶 在天上徘徊 最后最地而亡 所以袁浩问 就向这个补宴的人 把这两支大雁买下来 在分水旁边叠时为秋 名字为燕秋 并且写了一缺词 这缺词后来因为金庸先生的大座神雕侠侣 里面的反觉试炼先子李莫愁的临终穴上 成为现在人大家都知道的名问 问世间情为何物 直到生死相许 天然地北双飞克 老赐几回寒数 我们中国人不讲爱为何物 而是情为何物 这是要命的东西 只叫生死相许 对不对 要命的东西 所以中国人把这个爱 都放在相思 都放在离仇的里面 如果你看一下唐诗 看一下颂词 你就知道 读过李白的诗吗 相思相见之何日 此时此夜难为情 路我相思门 知我相思苦 爱是一件很苦的东西 但仍仍然地在寻找 仍仍然在羡慕 仍仍然盼望地去得到 很苦的啊 所以胡适才会说 平生不会相思 才会相思 变害相思 心事浮云 心如飘絮 气若有失 许在诗写的 当你碰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爱是一个独立的时存 对不对 当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头脑也不清不楚了 饭也吃不下了 叫也睡不着对不对 爱是很苦的 但是仍然羡慕 仍然盼望 虽然这么苦 诶 我们还是想要 所以明知相思苦 偏要苦相思 几次细思量 宁愿相思苦啊 人在找什么 人为什么会羡慕爱 人为什么在找爱 因为人在找爱 其实是找神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 神的第三个本质 讲得非常清楚 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在圣经里面对于神 对于爱 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条件 也非常高的一个描述 一个人如果说有什么好的行为 用一个字来做总结 那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人不能见神 人也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神 所以神将他自己 启示出来 让我们从他的启示里面认识他 神就是爱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神借着世界上我们能够体会到的 我们能够触摸到的爱 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一句话 神就是爱 我们人能够体会到什么 嗜毒之情 间谍之爱 朋友之疑 生死之交 神让我们在世界上能够触摸到的这些爱 来解释一下 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我们一个人之所以要信神 第一 他是真神 第二 他是创造我们的神 第三 他是爱我们的神 人在爱的前面 负有道义的责任 这个时候 我们在做总结的时候 我再来回来解释这句话 人在爱的前面 负有道义的责任 我们不能只要爱的好处 拒绝爱的源头 我们来看一看神的爱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特点 在圣经里面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先知 叫做以赛亚 以赛亚先知在写以赛亚书快要结束的时候 第66章讲到 他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 我就照样安慰你们 他说你的母亲怎样安慰你 上帝用第一人称告诉你 我就这样安慰你 你在哪里看到这样严肃的宣告 上帝说我就像你的母亲这样子爱你 当我们想到母亲的爱的时候 就想到母亲的陪伴对吧 母亲的陪伴是一种随时随在的爱 到我们不舒服的时候 到我们发烧的时候 到我们心里难过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就是母亲 有一年台湾大学入学考试 国文的作文题目 就叫做推动摇篮的手 母亲的爱随时随在 上帝说你的母亲怎样安慰你 我也照样安慰你们 其实圣经里面也将上帝的爱 比喻成父亲的爱 所以我们称他为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夫 圣经里面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你的父亲怎样连续你 怎样爱你 上帝说我也怎样爱你 父亲的爱比较难描述 比较难体会 尤其中国人的父亲 中国人都强调父言母慈 所以父亲的爱 比较难体会 不过 却是非常严肃的存在 如果你一不小心的话 就跟神的爱一样 很容易擦肩而过 大家或许知道我非常喜欢一位作家 叫做朱之清 他在1925年11月在北京的文学周报上面 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背影 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曾经读过 这是讲到1918年他的祖母 在扬州过世 他回去奔上的情形 他说那一年 父亲失业 所以家里相当的潦倒 父亲欠了很多钱 他回去奔上 然后把伤事办完了之后 他的父亲就陪他 到浦口南京的北站 去坐火车 因为他要回北京去读大学 因为朱之清的行李蛮多的 所以他的父亲就找挑夫帮他挑行李 不但挑行李 还跟这个挑夫讨价还价 朱之清在旁边看了之后 有点意见 实在不够漂亮 还要跟挑夫讨价还价 终于把事情都弄好了 把行李都弄上车 他的父亲也帮他安顿好 帮他把行李都弄好 然后还用大衣 把他在椅子上面铺好 让朱之清能够坐在大衣上面很舒服 一个茶房来了 这父亲就跟这个茶房说 我这个儿子要到北京去读大学 你沿途照顾他 朱之清很有意见 他说我是大学生 还要一个车上的茶房来照顾我 他说他的父亲真是淤极了 淤极了 我每一次回台湾 回来的时候 我的岳母 总是送我一程 临上飞机的时候 总是交代我几句话 东西放好 护照不要掉了 多穿件衣服 不要着凉了 我六十几岁的人 好像我到美国就是要去招粮的 真是淤极了 真是淤极了 朱之清文章写到这个地方 他说他父亲看到在对面的乐台 有人在卖橘子 所以他父亲跟他说 我过去帮你买一些橘子 揚州人对于橘子 是相当友善的 因为橘代表好的运气 走橘走橘 橘气橘气 所以朱之清跟他 他的父亲跟他说 我到对面的乐台去帮你买一些橘子 他父亲跳下这边的乐台 穿过铁轨 然后要到对面的乐台 他看到他父亲两只手撑在乐台上面 那一种挣扎 他父亲是一个矮矮胖胖的人 在那种勉强要撑上去 看到他父亲外面那件黑色的马褂 里面那青色的棉袍 还有看到他父亲的背影 他说我的眼泪不能不流下来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这种场景我相信你也见过 我的眼泪不能不流下来 当朱之清的父亲把橘子买回来的时候 他上去迎接他的父亲把橘子拿过来 他父亲也没多说几句话 丢下来一句话我走了 然后背影在人潮里面消失 整篇文章 一千三百三十个字 没有浓墨仲彩 没有尖色的文字 平平淡淡 我到很晚才了解这篇文章 中学在读的时候 我还在那边抱怨 这样子的文章还摆在课本里面 要我们去背 实在太没水平了 有很多的爱 是你没有办法马上了解的 如果我的岳母跟我讲 东西放好 护照不要掉了 多穿件衣服 不要感冒了 这些话如果不是在爱里面听的话 没有一个字是对的 各位朋友 你有没有偷看过别人的情书啊 我们中间有没有偷看过别人的情书啊 我觉得世界上最难看的东西 就是别人的情书 对不对 因为在没有爱的里面 没有一个字是对的 所以上帝同样写了一封很长的情书给你 也就是这一本圣经 如果你不是在爱里面读的话 没有一个字是对的 但是上帝说 你的母亲怎样安慰你 我就照样安慰你们 父母的爱 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的 父母的爱是当我们生下来之后 第一个接触到的 所以上帝说 我就像你的父母一样爱你 圣经里面西方亚书说 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你们中间因你欢欣喜乐 默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上帝的爱是非常personal 非常温柔细腻的爱 上帝说我把你抱在我的怀里 像乳养的羊羔一样 我把你的名字写在我的手掌心中 我每一天念你的名字 上帝说你头上每一根头发我都数算过 这就是上帝的爱 像我们的父母亲的爱一样 谁是谁在的爱 第二上帝的爱没有条件 不是因为也不是如果 世界上也有这样子的爱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摄影记者 叫Eugen Smith 他听说日本有一个小渔村 叫Minimata 在这个小渔村的上游 有一个工厂 常常排放毒水 水银里面含有水银的 这个毒水排到下游来 所以在Minimata这个小村里面 有很多人喝了这些水之后中毒 有很多的baby 还没有生出来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就已经中毒 这一副照相 这一副相片得到普利之奖 这是讲什么呢 这是讲到一个母亲 在帮他的女儿洗澡 这个女儿叫 Tomaco Uemura 15岁 你看 瞎眼的 手脚卷曲的 非常可怜 非常可怕的样子 15岁 妈妈帮她洗澡洗了15年 妈妈从来没有听到女儿跟她说一声 妈妈我谢谢你 因为她根本不会讲话 她也从来没有听到女儿跟她妈妈说 妈妈我爱你 从来没有 但这一副照相为什么会得奖 你可以看到这个母亲脸上那种 无怨无悔的那种感 表情 也就是说我的孩子 无论如何 我都依然爱你 同样的 上帝也是这样跟我们讲 无论如何 我依然爱你 人能懂吗 人通常都在可爱中间去爱 对不对 人通常的爱不是如果就是因为 是吧 因为你漂亮 所以我爱你 因为你有气质 所以我爱你 因为你每一个月赚5万美金 所以我爱你 或者是说 如果你帮我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就爱你 人的标准不是因为就是如果 在座的爸爸妈妈们 有没有跟你的孩子说过如果啊 父母的爱在人世间算是层次最高的爱 我们仍然说如果对吧 有没有说过啊 有没有跟你的孩子说如果你这学期全部A的话 我就买个新的iPhone给你 但是神的爱 不是因为 也不是如果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 人能懂吗 人能懂的是我用火箭炸你的大楼 你就用坦克车冲进来把我整个城市给扫平 人能懂吗 这是人间的爱 但上帝说我的爱不是这样 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 在不可爱的当中 神爱我们 不是我们可爱 乃是神爱我们 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 我们不要神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使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 我们就因他得生 我们出死入生 我们今天下午提过 基督教所传的 第一 道成肉身 对吧 道成肉身 菩萨说你上来啊 你上来 靠自己 靠自己的努力 退出 轮回 进入涅槃 人上不去 所以神道成肉身 基督耶稣 来到这个世界上 成为上帝终极的启示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显明出来 不但如此 在我们不可爱的里面 神说我为你舍命 我为你舍命 我用我的生命换回你那已经失去的生命 所以基督教所传的 不仅仅是 不仅仅是道成肉身 传的是基督耶稣舍命 不求自己的益处 爱如果不求自己的益处 求谁的益处啊 求别人的益处 这在美国讲不通的 对不对 美国人讲什么 This is my right 对不对 你侵犯到我的权利的时候 我就告你 right 但是圣经里面说这不是爱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是求别人的益处 宇宙中最蠢的一件事情 上帝的儿子为我们做了 为你我舍命 最蠢的事情他做了 为我们的益处 C.S. Lewis曾经讲过 不是因为我们好上帝爱我们 上帝爱我们乃是要我们好 懂吗 这是上帝的爱 牺牲给予的爱 没有条件的 中国人常常认为 大家都有的东西肯定便宜货 对吧 如果说等一下我们结束聚会的时候 每个人在门口发一个奖品 要跟不要差不多啦 大家都有份的肯定便宜货 中国人常常有这样的概念对吧 但是你不要忘了 我们刚才说这个爱是怎么样呢 没有条件的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 只要你愿意接受的话 但是绝非便宜货 这个爱里面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是一个牺牲给予的爱 我们今天下午就用过这段经文 大家都会背的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教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是吧 神将他的独生子给我们 我有一次到柏林 带福音营 福音营最后就是Q&A 有一个在歌廷庚的访问学者 你知道 学经济的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们整天讲独生子 他说难道你们的上帝也是一态化政策 只能生一个是吧 你怎么回答 独生子是人能理解最宝贵的东西 对不对 独生子是人能够理解最宝贝的东西 对不对 你会不会叫你的独生子送给别人 会不会 你不要在我家做儿子 你到许牧之家去做儿子 许牧家 许牧师家比较体面一点的 他住的房子比较大 开的车子比较漂亮 你到他家去做儿子 会不会 不会的 不会的 独生子 所以上帝将他最宝贝的东西给了我们 这附上极重大的代价在里面 这是一个牺牲的爱 不是贫货 以前有一个人非常有钱 叫Paul Getty 我相信Texas的人应该知道 Getty这个人 因为什么样呢 他是上一世纪的石油大王 我不晓得现在得座还有没有这个加油站 他生前他的财产超过20亿美金 石油大王 英国的石油大王 有一次有人将他的孙子给绑架了 然后呢就写了一封信给他 你的孙子啊 在我们手上 赎金两百万 由耳朵为证 把孙子的耳朵给割下来 寄给他的祖父 他有20亿美金的财产 这个绑架的人像他要200万 就跟你要20块钱是差不多啊 对不对 Paul Getty怎么说啊 不给 他说我的孙子不值那么多钱 兄弟姐妹 各位朋友 如果有人绑架了你 会向你爸要多少钱 200万 2000万 2亿 多少钱 谁来付 谁来付 当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 我们做了一个选择 说我们不要神 神说吃的日子 You surely die 你必定死 所以我们通通 变成仇敌的 独仆 我们通通被罪绑架 谁来付这个代价 谁来付 我有一次到澳洲去开数学会议 开完了之后 大会就招待所有来参加会议的人去参观 我对参观没什么兴趣 他说尤其那天他说 我们今天带你去看博物馆 我说看什么博物馆 华盛顿多的是 对 而且把华盛顿的博物馆又大又漂亮 而且免费 我到你这边来看博物馆 他们跟我讲说 今天这个博物馆不太一样 你应该去看看 所以好吧 如果不一样我想去看看到底不一样在哪里 所以就是这个游览车就带我们去 然后有导游跟我们介绍这个博物馆 这间是什么 那间是什么 那间是什么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突然间带我到了 到我们到了一间很大的空的一个房间 我就兴趣来了 到博物馆不是看东西的吗 怎么带我们到一个空房间 大家在那边问来问去说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导游就带我们走到这个 这个房间的中间 停下来 大家跟他停下来 这个导游突然说 你们看 所以我们大家就往上看 那个房间的上面有一个天窗 他说每一年的十一月十一号早上十一点十一分 太阳光直接从上面这个天窗直射下来 所以我们就跟着他设设计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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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门徒说 我为你舍命 同样他今天也跟我们每一个人说 也像木道的朋友说 我为你舍命 我为你舍命 人能懂吗 这是上帝的爱 这是牺牲给予的爱 基督耶稣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不需要为你我舍命 但是却因为他爱我们 因为他的恩典 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 好让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 这是上帝的爱 人能懂吗 所以我们讲了几个 上帝的爱第一个是什么 忘记了 哪那么快 第一个是什么 随时随在的爱 第二个呢 没有条件的爱对不对 第三个呢 牺牲给予的爱对吧 第四个 永不改变的爱 永不改变的爱 是我们所羡慕的 永不改变的爱是人所追求的 所羡慕的 懂吧 所以我们才会说海枯死烂 此情不欲 西洋人说什么 diamonds are forever right 所以我们在订婚的时候 在结婚的时候 都会买个钻戒 对不对 diamonds are forever 人在羡慕这个永远的爱 人在羡慕这个不变的爱 懂吗 我结婚的时候是个穷学生 买不起diamonds 我岳母蛮有智慧的 她找到一个很好的工匠 就在我跟我内人的戒指里面 箱的三颗 用放大镜才看到的 这个diamond diamond不在乎大小 diamond在乎forever 对不对 diamond不在乎大小 diamond在乎forever 一展演四十多年过去了 我仍然戴着这个戒指 你想这个是世界上 谁的diamond最多 哪个人diamond最多我不知道 我知道有一个人diamond非常的多 对不对 戴安娜公主 英国前王妃 对不对 你看她结婚的时候 1981年结婚的时候 全世界超过十亿的人 在电视上看这个四季婚礼 从白金汉宫到西敏市 沿途六十万人夹道欢呼 有谁比diamond更幸福 有谁比diamond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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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灰姑娘一样 很可惜喔 这个婚姻维持不到十五年 其实在他们分手以前 这个婚姻早就已经不存在了 什么叫做diamond forever Charles王子比起他妈妈来差远啦 对不对 伊丽莎白二世跟菲利普亲王 你知道他们结婚多久吗 74年 74年 比起天长地久 差远啦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所羡慕的爱 是不改变的 但人在改变 你爱的对象也在改变 对不对 我们讲爱是有永恒的性质在里面 我们所羡慕的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爱 但人会变 世界在变 你爱的对象也在变 所以你的爱也在变 但是上帝的爱不会变 基督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 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 看到 只有他够资格讲这句话 因为他根本不是活在时间跟空间里面的 他是个灵 所以他讲的一句话永远有效 所以只有他够资格 讲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懂吧 我很羡慕这样的爱 我也很希望说我自己能做到这样的爱 1994年1月我第一次应香港科技大学的邀请 去香港科技大学做客座教授 我内人跟两个孩子 因为要处理家里的事情整理东西 所以他们晚一个月去 当他们来的时候 我到机场去接他们 当这个机场的门打开他们推着行李出来的时候 我女儿把手上的玩具就丢掉了 跑到我的面前来 要我抱她 我那时候心里下定决心 说孩子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我一直爱你 爱到我建筑的那一天 一盏盐 二十多年 快三十年过去 我发现我有多少的失败 我发现我是何等一个糟糕的父亲 我对我儿女的爱 仍然是因为 仍然是如果 但是圣经里面说 又是以赛亚先知说 富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 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 我总不忘记你 又是上帝 又是上帝说的 富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 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 但是我不忘记你 我不忘记你 所以我刚才提到说 只有上帝够资格讲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这就是上帝的爱 这就是神的爱 神说我就是爱 刚才我们只是将几个特点 将它稍微做一些review 好 现在将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做一个总结 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 在介绍耶稣基督给别人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我不需要 对不对 因为我是好人 我不需要 我想请问大家 什么叫好人 什么叫好人 好人就是做好事的人了 对不对 那我想请问你什么叫好事 什么叫好事 中国人说 百善什么为先 孝为先 你要想做好事 孝顺父母是最基本的 所以孝经常说 人之行莫大于孝 孝是最重要的 所以诗经小雅才会说 陆路者匪而依靠 哀哀父母 生我取劳 这是一个人对于父母亲 生生之德的一个回报 也是对于父母亲养育之恩的一个回报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条件 我刚才提到 一个人不能只要爱的好处 却拒绝爱的源头 你不能只要父母亲爱你 但是你拒绝去孝顺父母 这是不对的 人在爱的前面负有道义的责任 父母亲的恩情尚且如此的大 那上帝呢 我想大家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弃音吧 有没有听过啊 有没有听过弃音这个名词啊 就是一些糊里糊涂的父母 不尽责任的父母 把自己生下来的孩子丢掉 对不对 弃音 有没有听过弃母啊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啊 弃母 我就听过 我就听过 我一个朋友啊 很好的朋友 暂丢绝食的教会 一位母亲从中国来看她的孩子 结果就跟这个媳妇天天吵架 这个媳妇后来忍无可忍 就跟这个这位弟兄 所谓的弟兄说啊 你在你妈中间选一个 你要我呢还是要你妈 这个儿子也当机立断 就跟他母亲说 妈 你上车 妈妈也搞不清楚就上车了 就开车就开到教会门口 就妈你下车 从今天开始教会管你了 弃母 这是人吗 你觉得这是人吗 弃母 那我想问你啊 有没有听过弃神啊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 弃神 什么神啊 哪有神啊 不要神对不对 幼稚 什么神啊 你暑假的时候出去游玩啊 住旅馆 要不要付旅馆费啊 要不要 没什么人表示 你们住旅馆都不用给钱了是吧 没有人什么表示 你出去住旅馆要不要给钱啊 要不要 那你如果说不要的话 你下次试试看 你不要你就 对 那我去住的旅馆的明天 许牧师帮我check out的时候 不要付钱我们 我们所住的这个宇宙啊 显然不是你造的嘛 对不对 你总该问一问吧 我们从哪里来 宇宙从哪里来 为什么上帝要把我们摆在这个宇宙当中 你总该问一问吧 问都不问 什么神啊 哪有这种事啊 弃神 人在爱的前面负有道义的责任 我们能够在这里存活 能够有生命气息 能够享受上帝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 能够享受上帝给我们各种各样的爱 你总该问一问吧 我值得吗 我配得的吗 人在上帝的前面是什么样子 天啊要听 地啊侧耳听 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 他们竟悖逆我 牛认识主人 驴认识主人的巢 以色列却不认识 我的名却不留意 人在上帝面前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 弃神 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让我们想一想 我们是这样子的光景 但是上帝却将那一个 随时随在没有条件 牺牲给予永不改变的爱 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了 不值得爱 但基督耶稣却为我们预备了 为你我舍命实驾 接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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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你我舍命 让我们能够跟神重新和好 能够有一个 beautiful mind 我们今天下午讲的 John Nash 他在得诺贝尔奖的时候 发表了一篇演讲 他说他一辈子 都在 研究 numbers 研究 equations 研究数字 研究方程式 逻辑 逻辑 然后在这些数字 方程式逻辑的当中 来找 reason 理由 数学家都讲理由 对不对 你从这一行写到下面一行 马上就问你 why 为什么 他说我找了一辈子的理由 中间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苦 精神分裂 但是最后 他对他的妻子说的 我终于找到了这个理由 我找到了一个爱的方程式 因为这个爱的方程式 让John Nash 在他这一辈子里面的成功与失败 终于找到了一个equilibrium 平衡点 在他妻子的身上 因为他的爱 所以让他能够有机会苏醒 让他能够有机会 重新做一个人 爱 我们每一个人 都尽力到爱 但是现在上帝说 你的父母亲 怎么样安慰你 我就照样安慰你们 这个是远远超过人间的标准 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 法国大文豪余果 写过一本巨著 叫悲惨世界 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 读过这本书 或者看过舞台剧 或者看过这个电影 对不对 如果在写悲惨世界的时候 就曾经讲过 生命中最大的喜乐就是我们确实知道 我们怎么样啊 被爱了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确实知道我们被爱了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确实知道你被爱了 yes or no yes 大声一点嘛 我们确实知道被爱了 我们享受到上帝的爱 我们也享受到耶稣的爱 对不对 这是生命中最大的喜乐 所以我们也愿意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这些慕道的朋友 我们希望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 享受到这样的爱 to know him and to make him know 我们既然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爱 我们也希望这些朋友们 跟我们一样 享受到这样的爱 这是生命中最大的喜乐 我们一起祷告 在这个时候 我邀请我们在座所有的朋友们 今天晚上 你能够坐在这个地方 绝非偶然 耶稣基督 对你说话 耶稣基督亲自的邀请你 耶稣基督对你说 我爱你 我爱你爱到一个程度 为你舍命 你只好愿意接受 那个在基督耶稣里为你所预备的 随时随在 没有条件 牺牲给予 永不改变的爱 你就能够得到 他邀请你 他邀请你 你愿意接受吗 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还跟他做仇敌的时候 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他为你 为我 为每一个人而死 你愿意接受这样的爱吗 让你有一个崭新的人生 让你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你愿意接受吗 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 我们在座的朋友 你愿意接受吗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 是不是可以请你在你的位置上 稍微举一下手 我们为你祷告 牧师为你祷告 教会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请你在你的位置上 稍微举一下手 这是上帝跟你 对你的邀请 基督耶稣对你的邀请 有这样的朋友吗 是不是可以请你做一个回应 说我要 我要这样的爱 我要基督耶稣 给我预备这样的爱 我要跟你们一样 得到生命中最大的喜乐 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朋友吗 是不是可以请你在位置上 稍微的举一下手 回应耶稣基督 对你的邀请 有这样的朋友吗 感谢主请放下 耶稣看到了 还有这样的朋友吗 还有这样的朋友吗 不要拒绝他 不要拒绝他 因为这是我们生命中最深刻的需求 人需要爱 其实是人在找神 神是在找神 你愿意接受 我这时候在问你 您愿意接受 接受基督耶稣跟你的邀请 回应这个邀请 说我要 我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要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爱 让我在这个世界上 有人陪伴我 有人帮助我 有人鼓励我 有这样的朋友吗 感谢主请放下 还有这样的朋友吗 还有这样的朋友吗 不要拒绝他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今天晚上开始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 还有这样的朋友吗 是不是可以请你做一个回应 让耶稣爱你 让耶稣爱你 是不是可以请你做一个决定 在你的位置上 举一下手 做一个决定 说我要 有一个回应 还有这样的朋友吗 我再问一次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在今天就做出这样的决定 接受耶稣基督 让祂爱你 让你成为祂的儿女 让你成为祂的仆人 还有这样吗 还有这样的朋友吗 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谢谢祢 我们谢谢祢那长阔高深的爱 这种爱 超过我们的所求所向 这种爱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 这种爱 我们也无从问起 但是 当我们还一无所有的时候 当我们还灰头土脸的时候 主啊 你那个 没有条件 随时随在 牺牲给予永不改变的爱 已经给了我们 主啊 我们实在是谢谢祢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回应 你这么爱我们 那我们爱你又有多少呢 我们把刚才举手的这两位 弟兄姐妹 恭敬仰外在住您的手中 主啊求祢帮助他们 保护他们 引领他们 教导他们 陪伴他们 也责备他们 让他们在人的面前 能够有好的见证 让他们在人的面前 能够成为你的忠心的仆人 带领更多的人 来认识你 我再次的为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祷告 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 让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 保护这个教会 让这个教会 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 让这个教会 能够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 让这个教会在弯曲被谬的时代里 做你无瑕疵的儿女 如明光照耀 也为我们中间 其他的木道朋友祷告 主啊再次求你原谅你无用的仆人 没有办法将你的福音讲得非常清楚 但圣灵保回是求你 继续在他们身上做工 继续对他们说话 帮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认识你 进而很快的接受你 成为他们个人的救助 我们再次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 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可以一起聚集 思想什么叫爱 思想您就是那位爱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教托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